汽车医生小咕噜 看啊,这是辆蓝色卡车 它载着美味的柠檬汽水 它要在这里卸下箱子 并装载新的货物 嘿,小卡车,你的工作可真不容易 你做得很好 另一站 让我们卸下西瓜,装上各种建筑材料 卡车,现在你要开得更小心了 秋天来了,有风并且下着雨 看啊,这辆小卡车什么都不怕 它继续做它的工作 建筑材料就位了,我们走吧 哇哦,下雪了 冬天来了 小卡车,是时候买棵圣诞树过节了 那些圣诞树长在雪山上 哦,看起来这辆小卡车开不了滑的路 它一直在打滑 别担心,小卡车 小咕噜医生会帮你的 这是它的车库 小咕噜医生很高兴见到它的新客人 小卡车,告诉它你的问题 小咕噜医生什么都明白 别担心,小卡车 你只需要把夏季轮胎换成冬季用的轮胎 那你就不会打滑了 先把夏季轮胎卸下来 一 二 我们把它们放在仓库里 直到明年春天 看 夏季轮胎上的沟槽很小,很浅 轮子在冰上没有什么抓力 如果我们加钉 你就能得到冬天的轮胎 它们有更深的沟槽 小咕噜医生会把这样的轮胎装在卡车上 准备好了吗 现在,让我们给轮胎充气 干得好 小咕噜医生工作效率非常高 跟往常一样 现在,卡车可以去买圣诞树了 再见,卡车 外面下了这么多雪 现在没有问题了 有了新轮胎 小卡车就能爬上任何一座山 这就是圣诞树 是时候把它装进卡车带回家庆祝了 尝诞树